之前有同學會問,因為我習慣常常做了很多函數,函數我很熟 但是我VPA不熟,我可不可以以後把我函數直接用VPA幫我輸出呢? 這樣的話我就不用去想說VPA邏輯程式要怎麼寫,那我不熟,我比較熟是這個 那有沒有辦法直接乾脆幫我直接把函數丟給VPA也這樣輸出 其實這個地方也是OK的,如果你今天假如你的VPA不太熟 先把它縮小一下,幫它照相把它縮小一點點 那如果說我今天這個程序叫真言體重百分比,我把它複製一下 Ctrl C,Enter一下,Ctrl V,把這個後面加一個底線函數好了 也就是我今天做法是做法二 什麼樣做法二,就是說我今天我不要在這邊用邏輯判斷 而是我今天希望直接輸出到我指定的儲存格裡面 這個格子裡面,是我原來寫的這個函數 把我原來寫的函數直接就放到VPA的這個格子裡面 這怎麼做?我這邊的話呢,第一個呢,我就輸出到哪裡? 輸出到L欄,所以一樣,Sales 所以將來如果你已經寫好的一些函數,那你可以不需要重新思考 另外有一個方法很簡單,就是輸出到IV的哪一欄? L欄,等於什麼呢?先給它一個空字串 空字串就是清除啦,你可以假設我這樣直接執行 它是把它清除掉 那可是我今天在這個裡面呢,並不是清除,而是放什麼? 放上面這個公式,把這個公式複製一下 記得按取消 再怎麼樣呢?把它乾脆就放在哪裡呢? 假設你已經有做好函數,如何跟VPA快速連結,很簡單 先把這個打出來,再把公式放在那個雙名號的裡面 一定是包含,所以你會發現有兩個等於是正常的 但是你現在直接輸出,它會怎麼樣? 它會幫你把這個公式直接丟到這個格子裡面,並且執行 所以你會發現執行過,它應該全部這個地方 還有一點,如果裡面呢,假如已經有雙引號 這個有雙引號,有沒有? 那請記住喔,以後如果你這個公式裡面有雙引號的話 它有一個需要注意的一點,就是說 在公式裡有雙引號,請你把它改成什麼? 兩個雙引號 這個是規則,要稍微記一下 所以這邊的話會跳出錯誤的 請你把它改成兩個雙引號 所以標準 不標準 跟標準 前面,你就幫它補一個就可以了 這個後面這個不要補喔 這個是原來的喔 所以基本上呢 就是兩個,一個變兩個 把它輸出給各位看一下 有沒有,不標準 那你想說不對啊 那怎麼會是都不標準? 因為我們輸出的公式都一樣 有沒有,都是這一式 那,可是怎麼辦呢? 下面一個應該怎麼樣? 變成什麼呢? 變成J 應該是J5才對啊 這個數字要變成5才對 可是它沒有變,那怎麼辦呢? 其實喔 你可以再做一件事情 就是呢 把什麼呢? 把這個數字 變成I就好了 OK 有沒有 I的這個數字不是4到13嗎? 所以它會一直不斷變化 那你可以把這個I放到哪裡呢? 放到這個4的位置 特別注意喔 你千萬不要直接這樣打個I 它不接受 為什麼? 因為呢 它裡面是一個完整的字串 那 這個東西是一個變數 變數是不能夠直接放在一個字串裡面 那要怎麼放喔 這個規則跟那個 在那個資料編輯列很像 就是用AND串接 有沒有 ANDAND 那怎麼串接? 特別注意喔 在VBA的邏輯差不多 第一個 請你先把這個4先選起來 先把它切開來 變兩個字串 那怎麼切開來? 就是 輸入兩個雙引號 這兩個雙引號 主要目的是 這一個是給前面用的 這一個是給後面用的 它不就分加對不對? 但是 中間要放什麼 放I的話 記得先補兩個串接符號 串接 再移到中間 加一個I這樣才可以 這個應該有概念吧 這個跟在 Excel裡面 那個上方的那個資料編輯列的概念 是一模一樣 但是 在 VBA裡面有個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 它的AND 前後 一定還要再加空白 所以多一件事情 請你在AND前後 再加空白 因為如果你沒有加空白的話 在VBA裡面會出錯 在資料編輯列裡面不會出錯 那你做了一個之後的話 請你把這個東西 複製起來 頭跟尾 貼到後面還有一個4 所以Ctrl C 貼到這個4 貼上 OK 應該知道我在講什麼 只是你可能需要 花一點時間去理解 它主要的這個 先切開來 串接放變數 那因為串接符號 前後要加空白 所以做出來就這樣 因為做好一個 後面一個一樣 所以你可以怎麼樣 複製 貼到它原來的4 它原來是這樣 原來是一個4 你就把它選起來 然後把剛剛那個東西貼上去 蓋過去就可以了 這個時候呢 我們再來執行 給各位看一下 執行 有沒有發現 這會動 為什麼呢 因為本來這邊是都J4 有沒有 這個時候呢 它變J5了 J6了 為什麼 因為裡面的這個數字 我用了什麼呢 這個地方 取代了 也就是說呢 它剛剛 四列 換下一列 就會5 5就把這個放進來 這個地方就變5 所以變J5 J6一直往下 那就完成這個地方 但是輸出的話 我們剛剛的 用原來的這個VBA 輸出裡面看到的是一個什麼 一個資料 一個文字 可是如果我們用的第二種方法的話 輸出的話 它裡面 就會是一個公式 OK 所以以後如果說呢 假如你會有這種需求 就是說 你已經寫好了函數 寫好了公式 那你不希望去重新思索說 怎麼樣去把那個VBA 給撰寫出來的話 你還有第二招 怎麼樣呢 直接輸出的時候 把這個東西放到哪裡呢 這一個輸出的這邊 記得前後加雙引號 把它貼過來 如果裡面 特別注意 這個當然有兩個 不過特別注意有兩個重點 一個就是 如果它裡面有雙引號 請你先補一個 這規則一 規則二的話 就是如果它裡面有那個列號的話 請你把這個列號改為I 那I的話記得把它切開來 大概兩個規則 如果這兩個規則記熟了 以後呢 你的所有的那個 你已經做好的那個公式 通通都可以用這一招 把它輸出 沒有問題 那你可以試試看 這地方很多地方 都可以用類似的方法來做 這裡的話呢 我想各位試試看好了 這個還是有點難度 來把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那也就是說 將來呢 要利用VBA輸出的話 可以用剛剛的方法 也可以用 就是說呢 直接輸出那個 公式 如果你已經有寫好的公式 就直接怎麼樣 放到那個L欄的後面 直接幫你輸出 那裡面的列號 當然你可以變更 那